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玩 今天要来干嘛呢 今天要来试吃开箱啦 一个很特别的零食哦 这里就有两包特别的零食 那乖乖呢 它已经有出很多限定的米的 米做的饼干 都是乖乖系列的 它还有跟一些农产品合作 那可乐果呢 它是最近才出来非常夯的 而且我买的是 刚好看到这么大包的特价的 比较吃的比较过瘾的一个化妆 那它这一次跟台皮合作 像里面它的零食有加一点酒 台皮啤酒 那这个口味呢 是很特别的哦 草海瓜籽口味 在网路上我还看到了什么 辛辣口味 然后卤味的口味 然后再次 咸酥鸡 都是辣 以辣的为 那这个非常特别 就有点台式的味道 炒哈利啊 对我也很常吃炒哈利 那么看一下后面 其实它跟一般的可乐果的造型 都差不多 只是味道不同 然后这是它上面写说 可乐果上搜 镇港原创的螺旋造型 酥脆小菜的口感 然后搭配这个 台式小菜 也就是炒那个海瓜 这应该蛮特别的 我想来吃吃看 大家应该没看过吧 因为我前几天 去了台东玩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是台东红驴 就在台东陆野高台 大家可以去搜寻 陆野高台 那边可以喝茶啊 或是你走上去的时候 会有做热气球的那个地方 它这边就有卖一个 跟农团饼合作的米乖瓜 非常特别 然后这是洛神口味 洛神口味 刚刚封面就知道很东 东陆的风情 好 那我们先吃这包 欸 味起来就淡淡的洛神味 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我仔细看一下 这个饼干 搞起来是蛮酥脆的 它上面没有像那个 我们上次开箱的 乖乖肉燥 快车肉干口味 乖乖的快车肉干口味 有上面一点一点红红的 没有像那一 可是吃起来就有点酸甜酸甜的 嗯 可能有人喜欢这个口味 但是我觉得不那么爱这种味道 比较不喜欢吃酸的东西 洛神的话会比较酸一点 然后就跟农团米合作了 所以它这吃起来就有米香的味道 嗯 做的蛮特别的 大家可以去尝尝看 就来吃这包可乐薄 每包饼干打开来都只有到这一半而已 对啊 里面上面这边都是空气 因为它还有一个保鲜的作用 所以要把空气灌在这里 对 哦 来 分量是这么少 闻起来真的有那个海瓜籽的味道 可是这个味道我不会说非常的喜欢 就是蛮特别的一个味道 一样 螺旋状的 大家吃可乐果就知道 闻起来是有这种海瓜籽的味道 可是吃起来口感又没那么的重 所以就很像一般的可乐果的感觉 而且就是酥酥脆脆的洋衣品 对啊 那这个是不会辣的 那其他另外两款是会辣的 像盐酥鸡啊 或是辛辣的口味 这叫辣卤味口味 非常特别 这包呢 刚开始在加热腐卖的时候 大缺货 大家想 可乐果出这么特别的口味 哇 而且里面含啤酒 如果搭配这个蜂草 可能它有跟台皮合作吧 像乖乖就跟农会合作 搞一些新奇的创意 那我还看到有人去开箱 那个热士的红烧牛肉面口味 那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特别特殊味 这个厂商可能要吸引消费者来购买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种饼干类的就是不健康的一个食物啊 所以大家如果去买这些食物的话 它就会用一些特别的口味来吸引消费者购买 那以上就是我来分享这两包 非常特别的一个限定的羊肉片 大家如果喜欢这两包的话 可以去找找看购买吃吃看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右下方按个订阅 然后开启铃铛哦 才可以收到我更多的新通知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